IX 功能介绍 警报设定 请由画面左方的功能浏览器点选警报设定 接着在下方画面编辑区新增所需操作的标签 和其条件 触发值 是否要存到资料库 是否需确认 以及是否重复技术等设定 完成后 由画面上方快速存取工具列点选主页 再从元件区将警报显示器元件拖曳到下方画面编辑区 即完成警报设定 如需调整显示栏位 请点选画面右侧属性视窗最下方 延伸功能选单里的可见栏按钮 即可在新出现的设定资料栏视窗进行调整 以上设定将会在人机执行阶段中 当所指定的标签达成触发条件时 会在画面上出现红色警报元件 操作者需要将人机切换到警报显示器画面 才能进行后续的警报确认 以及清除等操作